不是机器用不起 而是脚踩出来的更有性价比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不是茅房 却是印度酿酒现场 做出来的成品我怕你买不起 如果你买不起还不敢喝 那就请你的哥们来喝 你朋友一定会谢谢你 他们踩的不是辣椒 而是妖果 别人酿酒靠科技 三个酿酒靠足迹 独特的酿酒方式 让人看了直途直流口水 主打的就是自然 这样的制作工艺已经传承了500多年 妖果一般三到六月份成熟 成熟后自然掉落 妖果捡回去 首先要把果实和果肉分离开 其次是果实一定要分离干净 不然就会像这位酿酒师一样 带兵上岗 你愿意你朋友可不愿意 分离干净的果肉 倒在看起来不是很白的地上 然后开始进行压榨过程 其成分公开透明 只有一双42码玉角进行彩蛋 随着双脚的一顿猛攻 果肉也是不堪重负流出了之夜 这些枝叶的颜色看起来非常正宗 随着这些枝叶顺着沟渠和管道流入不知名的容器中 此时看起来更正宗了 但是还不能让你朋友喝 不然有意的小传说翻就翻 果汁需要进行蒸馏才能成为果酒 蒸馏出来的果酒就很干净了 当然价格也不菲 一瓶就要好几百 看完你还舍得请你朋友喝吗